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 今天酒店有我周天慧 和大家分析時事 今天主要想說一宗新聞 就是關乎香港的防疫措施 人稱長洲福核王的郭卓堅 在2022年10月7日 政府不接納7名涉案的醫生 發出超過2萬張免針紙 並質疑安心出行是否違法違憲 要求法庭推翻決定 高等法院將福核排期到10月20日處理 法官高浩文同時頒令 在法庭未有決定前 暫緩當局廢除免針止決定 這宗事件對香港的防疫究竟有什麼影響 今集想和大家說說 入政題前也想跟進我們有提過的 荃灣聖芳濟中學的新聞 上一集我們提到有學生因為不尊重 升旗禮而違反了校規 校方罰停課三日一事 原來事件有引發余波 佳欣明報專展漫畫 在10月11日刊登了一幅漫畫 這幅漫畫畫了兩三個防暴警察 入了一間學校處理求助事件 被質疑是否在影射有傳警方 曾經進入學校處理學生 不尊重星期一事 學校澄清了 他說當日10月5日的確有報警 但報警的原因是因為校門有指示牌被毀壞 是關於刑委而不是因為學生 因而警方去信明報 對漫畫所帶有的誤導性內容表達強烈關注 認為可能有損警隊形象 希望明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處理有關校園的新聞和相關的內容 其實說真的 用漫畫或者二次創作 這幾年有一些出來的作品 無論你是哪個派別 其實說真的 你用漫畫去說回時事的事 其實大家都有 不過說到底 都是警方關注的問題 就是你要以事實去畫出來 這次要一讚警方 真是處理得很快 回到正題 香港有關醫生涉嫌濫發免針紙 當中更加有公務員被捕 一度轟動傳承 在9月27日 政府宣佈 涉案的7位醫生 他們所發出超過2萬張免針紙 就會在10月12日失效 即是原定 是今日就已經失效了 簡單來說 假如這些人未打針 而又拿不到有效的免針紙 他們就無法再出入表列處所 郭卓堅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決定 結果法官高浩文頒布臨時禁制令 禁止政府在案件完結之前 宣告這批免針紙失效 政府亦表示將會尊從高院的禁制令 郭卓堅事後就說 香港是法治的社會 政府宣佈免針紙失效 未審先判 又說如果7個醫生是無罪的 針紙又有無效 誰賠償這麼說 這件事件我們可以在兩方面看 一個就是在理和情的方面去分析 首先在理就是道理的方面出發 本來要說程序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整件事是涉及了香港的防疫 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關乎了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所以之前才要人權法治讓路 強迫人人戴口罩才有口罩令 有人可能會說 現在新冠疫情其實都已經穩定了 還是不是屬於緊急事態呢 但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每日確診數字都是超過4000宗 早兩日更加有一種新型變種病毒 流入了香港 香港疫情其實當然還有隱憂 回看整件事 7個涉案醫生發出了超過2萬張免針紙 平均每人每日是200張 當然當中有多少水分 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梁漢輝 在9月底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粗略估計 真正有需要要發免針紙的比例 是少過10% 即是大約比例2000張不夠 換個角度來看 即是有18000個 沒有打針的流動波翼炸彈 在很高危的場所 大家脫口罩的地方是出入的 市民怎會不怕呢 政府宣布免針紙無效 正正的角度就是從公眾利益出發 絕對不是隨便亂做決定的 更何況亦有分析指出 無論政府如何處理這批 涉案的免針紙 一早已預料是有挑戰的 政府亦不是將那2000人棄之不顧 才是推出兩周的過渡期 大家記住 當時是有爭議 為何要給10月12日 這兩個星期的過渡期 是否應該立即 將這2萬張免針紙廢除呢 當時政府覺得 不是的 你都要給人家兩個星期 有足夠的時間去看醫生 或者有選擇去打針 而且他們亦可以免費 無需預約下 可以去政府的普通科門診 再接受評估 如果真的不適合 接種就可以繼續獲發免針紙 另外 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本來是要接種兩針 而未滿5個月 或者打齊三針 還有指政府計劃 如果受影響的人士選擇打針 打針之後 就算未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都會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 直至到下一針的接種日 有說最快可以到10月17日 那個禮拜就會推行 為二萬人做好安排 請問真的連少少影響 都不可以有嗎 即是說法治之前 真實問一句 拿面針止的人 究竟有沒有做到公民責任呢 至於情那方面 主要就是關於香港 是不是還有人仍然不願意配合防疫政策 事件起因除了因為七名醫生涉嫌失德之外 亦都有人想走漏洞不肯打針 如果真是這班人又不想打針 但又要想外出家吃飯 最終害了是不是真是有需要的人呢 從本質上來說 這一種可以說是攬炒的心態 零加三之後 不少人都很快希望是零加零 我相信其實商界 很多界別都是很希望的 但能否推行到呢 其實從頭到尾不停地說 重點就是接種率 其實除了接種率之外 亦都有看很多東西 就是在確診人數 會否有一個飙升 以及究竟醫療制度的負荷能力 去到哪裏了 新一屆政府上了場之後 做了不同的措施之後 其實醫療系統的負荷 似乎是可以負荷得到 接下來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 重中之重就是 接種率是否持續上升 以及確診人數有沒有飙升高了 但由這件事件可以上面看得到 就是有人不肯配合 日前先有三名持皇馬的人士 違規進入了指定的處所 其中兩個人是罰款的 一人涉嫌欺詐罪被捕 本分都做不好 怎樣叫政府可以放寬防疫措施呢 都是那句 想要香港儘快服償 真的需要大家配合 再次呼籲身體情況是可以的話 真的儘快去打針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周天惠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頻道 按下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